大家好,欢迎回到TCMIC Daily CNC News 欢迎收听我们的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节目 今天是2023年7月7日与我们一起追踪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前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每天早上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摘要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第一则新闻,德国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熟练工人短缺 困难的交货条件和高昂的能源成本等重大挑战 据Manpower Group的全球调查显示 75%的企业家表示他们难以填补职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运用工业机器人来提供解决方案 德国奥格斯堡的自动化专家Kagge机器人部门的负责人Gerhard Mohler表示 尤其是在需要体力的单调任务中,越来越难找到员工 在这类任务中,熟练工人的流动性特别高 因此,Kagge机器人开始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然而,许多企业家对于使用机器人持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自动化过于复杂,成本过高 并对团队中的怀疑心理感到担忧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小公司意识到自动化任务中的机遇 他们发现,通过购买机器人焊接工作站 能够减少公司内部的保留,节省长途运输距离 甚至赢得新客户 这些例子包括一家来自黑森林的电鍍厂 和位于鄂尔茨山的小型飞德勒啤酒厂 这些企业成功提高了生产效率 同时Kagge机器人负责堆叠沉重的啤酒箱 在熟练工人短缺的时代 许多员工不再担心被机器人取代的问题 相反,他们乐意将背部、手腕或神经受压的任务交给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已经在托盘化、装卸机械、质量控制和焊接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甚至在汽车行业之外也越来越多 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对于新应聘者更具吸引力 因为这表明管理曾正为未来做好准备 投资于新技术和创新 一个典型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Kagge机器人进行焊接 成本约为11万欧元 这个价格包括焊接专用的具体固定装置 高级制造商提供的焊接技术 机器人的编程 以及在最终客户场地进行的安装调试和员工培训 相比之下 如果一名员工负责这项任务 每年的成本约为4万欧元 而且由于自动化运作有两班制 需要预计8万欧元的人力成本 工业界常用的投资回报 ROI计算器显示结果 在大约17个月后 投资于机器人解决方案的成本就回收了 这些数据表明 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 引入机器人自动化是一个具有回报的投资 它不仅解决了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 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节省了成本 同时也让企业更具竞争力 第二则新闻 112年南区 ESCO节能技术人才培训班 开课了欧 ESCO协会将在本月底举办为其两天的节能技术人才培训班 在其中一堂课上 能扬空压叶庆的董事长将分享 空压公用系统规划与节能设计及案例的知识 如果您对节能方法有需求 并且对此感兴趣 那么赶紧报名参加吧 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资本市场中 帮助企业保持创新的竞争力 除了资金和设备外 企业还需要依赖专业人才 ESCO产业致力于各行各业的节能减碳 因此其人才需要具备基本的学术能力 同时还需要了解不同领域的相关知识 并积累宝贵的经验以满足不同产业的需求 为了扩大ESCO产业的服务能力 以及培养仿杀业节能改善和节能技效量测验证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 特别在南部举办了这次的节能技术培训班 通过生动使用的方式 这个培训班将教授生产线制成知识 各阶段节能启发作法以及实物经验案例分享 以深入且有效的节能方法和技术课程 培养能源技术服务业和能源用户的专业人才 此次培训班由经济部能源局指导 财团法人台湾绿色生产力基金会主办 社团法人台湾能源技术服务产业发展协会 Tesco 承办 培训时间为112年7月27日 周四到28日 周五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地点位于台南市沙伦绿能科技示范场域的1102会议室 这次培训班的名额为50人 报名将按照先后顺序进行 额满极致 如果您对节能技术和培训感兴趣 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请记得在本月底参加这个两天的培训班 一起学习如何在节能减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则新闻 一份由顶尖人工智慧专家发表的关于2035年生活的预测报告 这份报告强调了一个关键的警告 即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下一代的善意或恶意 这份由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涵盖了超过300名专家的意见 他们来自各个行业 对2035年的技术发展变化进行了预测 报告汇编了这些专家的观点 包括来自全球组织 科技公司和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开发者和商业领袖 报告中指出 四成的专家对人类加科技进化中的变化感到既兴奋又担忧 然而 报告也提到了多种个人 哲学 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在专家们的回答中起到了作用 专家们对未来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数字趋势的影响上 特别是人工智慧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报告中指出 79%的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其中42%的专家既兴奋又担忧 另外37%的专家更多地表达了对人类加科技进化所带来的变化的担忧 报告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 即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下一代的善意或恶意 根据报告 下一代正在建立知识生态系统 这将决定我们是为了公众利益服务还是为了目前高度提取的网络服务 报告中还提到了一些潜在的负面情境 包括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问题 如财富扩张和独裁统治 社会崩溃 心理健康危机 对真理和科学准确性的丧失和天往未来的全面主导 报告中还提到了对经济和政治中利益和权力驱动因素的担忧 然而 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正面的展望 专家们表示 未来的科技将使人们能够从极权资本主义体制中获得自由 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联系和寻找生活的意义 他们认为 人们将能够更经常地从事高层次的思考 社会和政治互动 报告中还指出 这些专家们描绘了一个未来 拥有解决人类最大问题的工具和智慧 如财富不平等 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 他们相信 通过人工智慧和超级计算的创新 行业如医疗保健将发生完全革命 癌症或抗生素耐药性等疾病将有可能被制约 报告结束时提醒我们 现在还不算太晚 只要进行适当的监管和努力 我们仍然有机会改变未来 即使在未来 改变也可能还不算太迟 第四则新闻 Greets Manufacturing 不仅拥有先进的加工设备 还拥有完整的焊接鞋线制造工厂和工具模具工厂 该公司的总裁 Jamie Greets 表示 他们不仅仅是一家机器加工厂 实际上同时运营一家订单加工厂和生产设施 Greets Manufacturing 的产品包括各种零件 如齿轮、链轮和轴等 以及用于农业、海洋、伐木和包装行业的整机 他们与农业原始设备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有些合作已经超过50年 Greets Manufacturing 为了应对业务增长 不断引进新的设备以提高生产效率 最近 他们购买了一台 Mazak VCG 23 轴力式加工中心 这是一台高性能的机器 具有先进的编程功能 并且相对容易使用 Greets Manufacturing 的总裁 Jamie Greets 表示 他们选择 Mazak VCG 20 是因为该公司在过去使用 Mazak 车床时有着良好的经验 这台力式加工中心的移动行程非常灵活 可以满足他们的加工需求 然而 Greets Manufacturing 也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问题 那就是吸引和流注具备编程和操作加工设备技能的工人 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对计算机非常熟悉 但在机械加工方面的培训相对不足 Greets 表示 Mazak VCG 20 的编程相对容易 机器配备了触摸屏和完整的键盘 操作人员只需经过大约两周的培训及可熟练运营 这种对话式编程的方式使得不熟悉G代码编程的操作人员也能快速上手 Greets Manufacturing 的业务以每年平均20%的稳定增长率增长 为了应对这种增长 他们通过自动化来确保机器的运转 并且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运营机器 尽管他们没有为Mazak VCG 20 配置自动化设备 但他们每年还能够实现2500到3500个无人职守的机器运行时间 第五则新闻 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引发了一股自动化浪潮 并逐渐影响全球各行各业 大量部署这些机器人的国家 很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并降低生产成本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于2022年发布的报告 中国在工业自动化方面的领先地位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考虑到其在大规模生产方面的实力 事实上 在2021年 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根据IFR 的报告 中国在2021年安装的56%的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汽车或电子相关行业 日本也呈现相同的趋势 其2021年的安装数量中有53%用于这两个行业 美国的安装分布较为均匀 36%用于汽车和电子产业 其他主要行业包括金属和机械 11% 塑胶和化学品 10% 以及食品 10% 这些数据反映了各国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投入情况 未来 随着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 许多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挑战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认为 机器人技术可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不仅仅在制造业 还包括农业和医疗保健等关键行业 例如 在手术室中 机器人技术预计将变得更加普遍 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 他们可以执行精细的手术程序 据预测 到2030年 手术机器人市场的价值将超过200亿美元 而2020年仅为44亿美元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是两项具有广泛应用领域的技术 他们有望在未来几十年内快速改变我们的世界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不断发展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和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